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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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嘉宾 全国观众同胞 欢迎大家都回到现场 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交叉截变 共十个问题 依照抽签的这个 第一题由陈水扁先生先问 时间是一分钟 由连战先生答 时间是两分半 以后就不断的翻转顺序 结束前三十秒 按铃两短声 时间到按铃一长声 超出五秒钟消音 现在请陈水扁先生 问第一个问题 时间一分钟 关怀弱数族情 少数族情 绝对不是口号 在阿扁担任市长的时候 我们就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一级单位的言明会 行政院是在九个月之后才成立 在当阿扁有机会 做总统的时候 我们也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 客委会 我们也成立了客家电视台 客家广播联播王 我们也成立了客家 学院客家研究所 举办客家文化艺术节 为什么 这么简单的事情 阿扁在短短的三四年做到了 而连先生 在主生的期间 为什么不做 好 请连赞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半 行政院的圆明会 是连赞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所设立的 行政院的客委会 也是连赞 在上一次选举之前 就开始来做我们的承诺 那么虽然选举失败 我们还是马上推动了 这个组织归程的场地 并且送到立法院去通过 所以基本上 陈先生刚才讲到客委会 就是客家委员会 这个基本上是民进党政府 挂第二倍 建县城的 我觉得族群的融合 一定要用心 而不是用嘴 而最重要的 就是说 大家真正在实际的工作上面 要看出来 我们看到客家族群 今天在我们的政府 除了客委会的主任委员 这个委员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一位 其他的部长级的官员 院长更不必必谈 所以根本就没有照顾 他们的参政的这种权利 我们看到考试院 在考试的时候 以闽南语来出题目 客家的青年人 他假如没有这样子的环境 他根本就看不懂这个题目 他怎么样子能够考 考国家交通的警察的这种考试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实际上的一种歧视 我们非常的期盼 就是说在连战执政之后 我们一定要推动 族群的和平 语言的平等 让生活在台湾的 任何的族群 都是一等的国民 我们没有所谓优势弱势 我们也没有所谓 头等二等国民之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同时我觉得今天 政府应该更大力的 来协助我们原住民同胞 因为原住民同胞啊 是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弱势 他们的实业 他们的疾病 他们的这个各种的生活环境 都是最需要我们关怀的一组人 一组人 所以我们觉得 在这个白皮书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也希望 我们所有的原住民同胞 能够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大家能够共同的 迎向一个光明的 有前途有希望的未来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第二个问题 请连战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案的时候 有关防御性的公投 那么它的立案的缘由就是说 这是一个国家主权 要被改变的一个现况 才可以来实施 那么行政院的院长在立法院打巡的时候 也谈到 就是改变现状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那么包括像823这样子的炮战 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局势都不能够算是 一个这个改变主权的这个现状 那么今天政府的公文 立法院的打巡 都是有法律的这个地位的 那么我要请教陈先生 我们今天国家现况现状有被改变吗 正在改变之中吗 你预期到什么样子的情况 让你决定我们今天主权已经在改变中间 好 请陈水本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半 我们希望林先生能够细读公投法 特别是公投法第17条 从来没有文字讲说 国家的主权要被改变 而是当国家的主权受到外力的威胁 有改变之语 我们认为之语 这个字如果说林先生 你没办法细心细体会的话 那你就会误会 说一定要受到改变 才可以进行和平的公投 总统才有权利来交互公民投票 我们认为 当台湾面对496枚战术导弹威胁的时候 当台湾面对中共一再的 以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要强压在台湾人民身上的时候 如果台湾人民拒绝 没办法接受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没办法拒绝他们所谓的一国两制 要把台湾香港化 他们就要用武力来要挟 甚至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 所以等到他们真的打过来 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没办法接受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是非常清楚的 我也相信林先生 你也不敢说你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守护台湾 要守护台湾主权的现状 守护台湾民主发展的现状 守护台湾经济繁种的现状 守护台海和平的现状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要有这一种眼见 而且要有这一种宏观 而且要非常清楚地告诉国人 真的不要把敌国当作祖国 不要对中国大陆心存有任何的幻想 这才是最重要的危机意识 悠患意识的行程 跟全民国航的建立 所以我们这一次 即行和平公投 希望林先生 真的你不要阻挡 这绝对是一个民意的主流 也是台湾住保 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非常正确的路 好 谢谢 谢谢 要跟大家道歉 我们刚才计时器 有大概二十秒钟的鼓掌 现在已经排除了 很对不起 第三个问题 请陈水扁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刚才林先生把政治现金法搞错了 没有民进党的版本 只有行政院的版本 行政院版本跟其他的版本 又不一样 包括国签的版本 好像在平时都可以说政治现金 但是民进党立案党团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可以说政治现金 但是不管林先生 你是了解或者不了解 但是我要请教你 你支持不支持 在二月底以前 我们全力促成政治现金法的立法通过 而且对于立法委员的席次检办 我们在2001年 大家都签署了 你也签署了 各党各派都签署了 为什么还要组党 在1月9号民进党团提案 希望能够变更一层提前审议 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 林先生也能够同意在3月20号之前 完成立委习数检办的立法 好 谢谢 谢谢 请连战先生回答时间2分半 陈先生一再的提到所谓主党 但是我要跟陈先生讲 立法委员席次的减半是我们既定的政策 当时为什么会变成225位 就是因为民进党坚持要把国家的立法委员提升到250位 我们觉得250位不好听了 250啊 所以好言相劝 才把它减到225 今天我们国会再减为一半 我们同意 我们绝对不会主党 不过始作雍者是民进党跟民进党的政府 那么第二 关于这个现金法 陈随便先生说我记错了 结果他自己讲我并没有记错 因为民进党的这个版本 也就是你们这个行政院是你们的 今天是执政嘛 好像只有在选举的时候可以收 平常 平常的时候不管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平常不管 那么平常的时候可以啊 这个是放手去做 那么是大肆收割 那么到了这个选举来了 那么那个时候再做这个清白状 这是欺骗人民的事情 这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彻彻底底的 说是所有的政治现金 你不管是选举之前 你选举之前或者是选举 这个是没有选举的这个时候 我们都要加以规范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清明的政治 联能的政治的一个基础 否则的话 平时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个现金 到时候他说他完全是一个圣人 我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不好的 但是除了现金以外 还有很多的法律 比如说是游说法 比如说是政府的资讯的公开法 比如说洗钱防治法的修改 比如说整治贪污条例的修改 那么等等的 我们都要啊 同心协力 大家为台湾的这个阳光政治 来出一点力量 而不是说啊 在这个现金法讨论的过程里面 大家有些意见 那么就加以指责说我们是在阻挡 我想这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 肯定的 积极的一个态度 好 谢谢 谢谢 第四个问题 请廉战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陈水扁先生啊 一再地涵道 这个他就任以后 就要推动两岸的支航 认为先人先货后人 那么是先海后空 但是四年以来啊 可以说是四大皆空 什么都没有 那么在最近以来呢 他又谈到 说是要保证在年底啊 能够来支航 但是前不久 有大概有一两个礼拜之前吧 他又指责说是这都是啊 包括企业包括联盟人 都是受到中共的炒弄 我要在这里向陈先生来 这个是请教 我被中共炒弄 你有没有很具体的资料 包括王永庆先生等等 这些商业界的 企业界的人 也被中共炒弄 你有没有很具体的资料 不能够啊 这个是没有资料 可以说是毫无顾忌的 来加以指责 好谢谢 请陈水本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半 一位通气患 一位经济患张扬 可以在上海 来成立联宋总部 这样的一个获言会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重容 跟背后的支持 能够有这样的一种 后援祖祖的成立吗 这是浅显易懂的道理 我们真的没办法了解 林先生说要一年足通什么 两年足通什么 但是前提 如果中共要你接受 一个中国的原则 要怎么谈 怎么通 很清楚了 我记得在2000年大选的时候 当时李前总统支持你 所以你就肯定 李前总统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你还讲说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是一种非常物俗的自我定位 符合两岸的政治现状 但是当你是主席的时候 2001年你又改称 要主张两岸的邦联制 在去年你一下子说一中各表 接下来又说要回避这个一中 那现在你到底主张什么 我真的不懂 你这样变来变去 主张的时候说一套 在野的时候又说一套 前后不一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底你哪一次所讲的 才是正确的 大家都没啥啥 包括我 我也听得都没有 所以真的要交给你去 这一个谈判 有人就这样讲 过去在历史上 国共和谈又次 也一次贏的 所以不到输到 走到台湾 所以他们知道 要找谁谈 对他们比较有利 就是找国民党 谈 国民党最难 要贏过 那连先生又没有主见又没有主张 到底是一个中国的什么原则 是不是邦联 是不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前后不一 莫终于事 教两千三百万的台湾人民怎么有信心 好 谢谢 谢谢 第一五个问题 请陈水扁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刚才连先生非常关心高雄港的竞争力 我们非常感谢 但是当我们提出来新十大建设 要来成立高雄港成为桌际的后柜中心 我们要花215亿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要反对 你知道高雄港要提升竞争力 港式的合一非常重要 我们在三年多前 就已经把相关的法案送到立法院 为什么要杯葛 连副委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给他统计 光是在城系委员会 就杯葛了五十几次 这样是在拼经济吗 这样是真的 在重视我们高雄港的竞争力吗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或者高雄人是不会原谅的 但是我们也了解到 新十大建设那么样的重要 为什么要反对 到现在我还是不了解 请教联先生 好 谢谢 请联赞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半 我们总的来讲 这个所谓五年五千亿 是以一种特别的预算 来这个是推动的 我们就非常的怀疑 为什么在前四年 都不去推动 这些国家重大的建设 不但不推动 国家重大建设的投资 在政府的主导之下 还每年抵减 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 今天的经济 变成这么样子恶劣的 主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没有说 我们反对 这个五年五千亿的这个建设 不过五年五千亿的建设里面 有的还是蛮好的 因为这些都是国民党时代 就已经规划的 要推动的 我们不能因为你们提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反对了 因为它本身就很好 比如说推动建设 世界级的这个大学 举一个例子 那么还有很多捷运的这种计划等等 我觉得我们是会同意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很多的这些规划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粗糙 什么人工湖 什么游落区 根本连地点都还没有找到 然后计划就提出来了 我们是为老百姓 看荷包的一个立法院 我们有责任 要向民众来做交代 这样子粗糙的这个计划 我们能够通过吗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是希望政府赶快的 能够好好的把这些 它的可行的评估 还有是环保的评估等等 一一的来做好 那么至于高雄港 我们觉得高雄是应该港式合一的 但是民进党已经高喊 港式合一好多年了 到现在也不谈了 现在忽然间又出来了 这已经是四年三年中间第一次出现的港式合一 我为高雄人很高兴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陈先生马上就要结束他的执政 我们会继续的来为这些事情来努力 那么高雄的这个建设不要说是200亿 你假如是需要的话 我们自由港区 经济 这个自由的这个贸易区 我们可以大幅度的来提升我们的预算 来推动国家的建设 好 谢谢 谢谢 第六个问题 请连战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刚才提到有一位张姓的台商 他为什么样子会成立一个什么后援会 我们并不了解 但是我们了解的就是 他曾经当了一个什么会长 我们陈先生还专喊或者是专店致贺 去恭喜他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要请教陈先生 在几年前呢 两年多前吧 马英九先生选市长的时候 他说他是这个是麦台集团 这一次也给我戴帽子 说我是戴红帽子 那么最近你的这个竞选的伙伴 也提到说这都是中共的乌贼战 我要请教这个陈先生 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这个证据 我或者是照了相了 或者是在五行期前面笑嘻嘻的 或者是喝了茶了 或者是你的这个啊 请自单位提供你什么资料 好谢谢 请陈水扁先生回答时间两分半 张阳会长要在上海成立所谓的 连宋的获远会 我们都了解 今天很清楚的 有关于两岸的关系 中共喜欢谁当先 不喜欢谁当先 答案已经很清楚 这是公开的事情 也不是秘密 为什么他要帮你的忙 为什么他们那么样的辛苦 还帮你在中国大陆 来拉票 来拉台商的票 给予多少的这一种优惠 给人这个好处 我相信这在相关的单位 都有非常充分的政绩资料 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一些相关的资料 当然啦 越看越多 一方面习惯 一方面的觉得 一点也多 这一个不意外 但是很清楚的 今天是我们自己在选 国家的领导人 怎么能够让中共来介入 又不是北京当局 在选这一个领导人 他们现在连自己选 国家的领导人的机会都没有 也不让香港人选 香港的特首 还要由北京当局来指定 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所以今天由中共来介入台湾的选举 这是两千三百万的台湾人民所没办法解锁的 所以我们认为像这一些黑金人士 一个一个跳出来 来这一个反对政府 来批评阿扁 其实就是变相的为我们 林先生 来这个浮险 来助险 我知道你很高兴 但是又觉得怪怪的 又怕人家 来这个贴标签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站出来说 No 好 谢谢 第七个问题 请陈水扁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为什么这一些通气患 经济患这么样的嚣张 国民党没有任何的廉耻之心 因为他们认为 国民党 长期执政 过去的五十年 可以霸占人民的财产 国家的财产 而可以不还 为什么他们欠银行的钱 就要还 他们非常的不服气 所以呢 是中国国民党过去几十年 做了最错误的一个示范 所以我们非常关心 已经送到立法院的政党不当取得 这一个财产的处理条例 不要反对 为你好 为中国国民党好 我还是觉得最只要是 我们要有一种素非对错的观念 让这些经济患 通气患 不要有一种错误的 学习的榜样 我们请问 丁先生你同意吗 好 谢谢 谢谢 请严战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半 这个法律 刚才陈先生所提到的 是学习东德的一个先例 东德是一个百分之百的 一个共产党的国家 所以它一切的财产都是国有化的 我们在台湾不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 我们大法官的会议多次的解释 我们不是一个国有化的 一个财产的一个制度 所以根本就没有说是国产党产 是连在一起的一个问题 第二 我们今天所有的形式的这个法律 或者是行政的法律 都可以处理相关的问题 而不需要特别设立一个法律 同时还特别设立一个机构 根本用那个名字就是叫做政党不当取得 这么一个处理的一个财产的处理条例 这个就是存心要污名化 要污名化这个中国国民党 也就是国家最大的那个时候 是最大的一个在野党 我想这个民主政治轮落到这样子的地步 我们的这个政府实在是应该负起责任 那么第三 一个民主国家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无罪推论的 无罪推论的原则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你怎么可以 说是人家这个都是不当取得的 然后叫人家来证明这个是合法取得的 这个根本就违背任何民主国家法制的原则 何况还要追溯过去更是非常的可以说是无理 那么再来就是说凡是对于这个个别立法 这是民主国家所不能够允许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针对特定的人特定的事特定的物 来做特别的一个立法 这是违反民主的原则的 当然可以这样做 但是不影响到人权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子做 也是非常的受到限制的 我们今天以一个民主进步的一个政党 来主导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觉得是非常的遗憾 那么最后我们觉得所有的政党 都应该有一个立足点的一个平等 你比如说今天陈学本先生站在台子上面 我就没有站在台子上面 这就是一个不平等嘛 你从这个不平等的这个立场来出发 我觉得这就是了 好 谢谢 谢谢 第八个问题请连战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我要请教陈学本先生就是说 他认为我们经济已经回春了 这个3.15的成长是了不起 燕子都回来了 但是事实上我要跟陈先生来报告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3.15的去年的这个成长率 跟这个亚洲地区的平均的6% 这个是东亚地区平均的5% 或者是前年我们这个平均的5%跟3.9% 来比起来我们都是调车位 都是调车位都是在最后面的 比这个菲律宾等等的国家都还要差 所以我很不了解 身为国家的领导人 你这些统计数字是哪一些人给你的 你有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为什么你的这个了解 跟所有人民的这个了解完全不同 3.15是调车背 而不是上春天的燕子回来了 好 谢谢 谢谢 请陈水扁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半 林先生 可能见忘了 因为在林先生当任行政院院长的期间 台湾的经济成长力 在亚洲四小龙不是第二名 不然就是第三名 我们在去年 能够变成四小龙的第一名 比韩国还要来得好 虽然我们不满意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 但是比起你林先生 当时跟亚洲四小龙来做比较 我们并没有输给你 其次 在前年很清楚的 我们3.59%的经济成长力 比美国的2.4 香港2.3 新加坡2.2 日本的0.3 我们绝对是不妨多让 我们不满意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 但是这样的一个努力 跟成果 应该让国人同胞 更有信心才对 一样的道理 在这种贫富的差距 我们了解到说 我们是6.16% 比起韩国6.8% 这一个香港17倍 这一个新加坡20倍 我们也没有输给他们 我们也是在亚洲四小龙里边 我们的这一个贫富差距 也是最低的一个 这一些数字告诉我们 我们的努力绝对没有白费 过去的三四年 尽管有人唱衰台湾 看坏未来 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我们没有因为这样而气馁 所以我们更加的努力 从挑战2008 一直到今天我们提出来 新十大建设计划 就是希望能够带来 台湾更大的一个荣景 我们有信心 在今年经济成长率 就可以到5%以上 今年的市役率 可以降到15.5% 明年就可以降低到4% 而我们的研发精卫 整体的在2006年 就可以占到GDP的3% 但是我看到 我们林先生的这一个证件 跟登报纸的承诺 说如果你做的话 经济成长率可以提高到5% 市役率可以降到4% 我在说不必 阿扁继续说 今年经济成长率 就可以提高到5% 市役率明年就可以降到4% 很快不必再等4年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第九个题目 请程水扁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大家都知道 林先生的副手 宋先生 在2000年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他支持一中原则 所谓一中原则 就是台湾 与大陆 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2002年 他又提出来 一中屋顶的理论 但是在2000年 林先生批评宋先生说 宋先生是投降主义 是助我矮话 如果宋先生当选 绝对会出卖台湾 那为什么你找他当副手呢 是你已经认同他的主张 要接受一中原则 一中屋顶 还是你过去2000年 你是欠债公共的 所以我们认为 很多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负责 不要说2000年讲一套 2004年又讲一套 请问 你真的那么样的肯定 李登辉前总统的特殊的 国与国关系 是一种务数的 助我定位吗 谢谢 好 好 请廉战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半 陈先生在就任之初 提出来两岸 共同来处理未来的一中 之后 他又提出来统和论 之后他又提出来欧盟的模式 直到最近一两年来 才提出来一边一国 以及公投自宪台湾正面 所以他自己这个前后 就非常的不一 一路走来摇摆不定 假如是处理未来的一中 以及统和 那么我要请教你 跟今天的台独公投 以及所谓的一边一国 这个中间的差别 你怎么样子自己来划分 事实上 今天我们的立场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两岸 一定要格子主权的争议 大家共同的来增加彼此的交流 互助 那么来争取经济的发展 改善人民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基本的立场 就是格子主权的争议 假如说你一定要谈一个中国 那么我告诉你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是我们生育师 掌育师 我们最爱的国家 中华民国 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一边一国 你那一国是什么国 好 谢谢 谢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由廉战先生提问 时间一分钟 事实上我刚才已经问了一个问题 没有办法答复 我想不过在这里 我要再跟这个陈先生来讨论 这就是说 你常常来悬要你的这个政级 那么2500亿第二高速公路 为政府来节省 这是国民党发包的 这是国民党完成的 你那个时候路也不是你修的 这个钱也不是你花的 你为什么有这种能力呢 就是说还没有就任 就能够替政府省下来2500亿 你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我们已经都公告了 然后还继续不断地在这里啊 所以可以说是欺骗全国的人民 这是怎么样子一回事 你能不能够借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 另外就是打消呆账 你的时候呆账已经高升到8.04% 国民党的时候只有4.8% 呆账是你造成的 呆账要你来解决 好谢谢 请陈水扁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半 呆账会一个月造成吗 呆账会一个亿年造成吗 所以呢 作为国家的领导人的竞逐者 如果连这样的一种基本的知识都没有 我们真的为林先生感到担心 我们也了解到过去的政府 计划归计划 议算归议算 就是说 结尾到月常常没准算 所以延宕公企 议算起床要拌了 所以像核一场 核二场 核三场 如果林先生 你再去看过去的资料 可能你忘记了 不是增加两倍的议算 不然就是增加三倍的议算 那果然八样呢 那总是我们的非冠金呢 为什么 我们认为 当年核定5200亿的二高议算 经过我们在最后的四年继续执行 没有变更设计 没有追加议算 能够结以2500亿 你还不感谢我 你还要邀功 说这是你做的事情 我是觉得 祝有公道 但是很清楚在这三四年来 我们新政府 在公共和工程做得 不但快 而且又省钱 就像大高雄地区水族的改善 本来想花150亿 最后只花了109亿 不到三年的时间 过去你做过院长 你做过省子席 为什么你不做 有的是机会啊 一样的北宜 这一个高速公路 雪山隧道 为什么你打不通 做了9年打不通 我们打通了 你知道不知道 明年就要通车了 中科 你也了解 要披建一个科学园区 如果说不是5年 也要3年 我们从挂牌 到这一个友达第一家进驻 来动土兴建 我们煮发了10个月又5天 这一种高度的执行力 难道你完全都没有听到吗 纵使你不要去了解 也应该会听到 听到了以后 你可以问你很多的朋友 我有碰到没有 有硬是没有 还是我们黑白说的 我是觉得这一点 非常的重要 我还是觉得 要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很多的事情 看问题不要看一半 我要看清楚一点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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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括十个回合的交叉截变 现在告一段落 那么我们要进行 最后第四个阶段 截变 那么依照抽签的顺序 是由廉战先生先结论 那么然后啊 由陈隋变先生结论 每一个候选人八分钟 结束前一分钟按零一声 三十秒按零两短声 时间到一长声 那么超出五秒消音 现在请连战先生结论 主持人陈先生各位贵宾 各位提问人 四年来 四年来在陈隋变先生 主政之下 因为无能为力 让我们国家的国力 不断的衰退 让我们人民的福祉 可以说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今天 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希望 那就是说非改不行 非变不行 改变才有希望 改变就在现在 那么所以因此 大家希望透过 国家领导人的一个选举 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 新的机会 和新的一个未来 当然国家的领导人 他有很多的条件 必须来满足 这个包括他的能力 他的理念 他的方向 他的经验 以及他的这个执着 但是我觉得同样重要的 就是一个领导人的 他的人格的特质 一个理想的国家领导人 我觉得应该有下面几个方面的人格的特质 第一就是要负责任 你不能够说是国内的经济不好 所以是国际的原因 你不能说是国内的政治不安定 是国会的原因 你也不能说是两岸的关系不好 是这个国庆的这个杯葛 那么这样子我刚才讲了 有你在没你在都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人民为什么要选你来当总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总统的这个 他是一个要节制的人 而不是这个无限大的来放 重他自己的这种权利 因为只有一个节制的人 他才能够尊重法律 才能够尊重体制 才能够尊重专业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第三我要跟各位报告 那就是总统他必须是一个整合大家力量的人 是一个贯彻大家意志的人 他是一个能够发扬团队精神的人 而不是一个唱独角戏的一个人 第四总统一定要有凝聚大家的这种所谓团队精神 这种所谓团结和谐的意志的一个能力 让整个的社会国家能够团结能够和谐 而不是制造对立 制造分裂 撕破大家的感情的一个人 那么其次就是说总统应该是一个有诚信的人 而不是说对任何的事情都是反来反反复复 可以说言行不一 内外不一 前后不一 变来变去 善变是最可怕的一个特质 实际于国人 实际于整个的国际 那么最后我觉得总统应该是 不是只是考虑他自己的一个势力 或者是他政党的一个势力 而应该考虑到我们全民 全体人民大家的这个利益 他所看到的不是未来 不是现在 而是未来 他所看到的应该不是下一次的选举 而是下一代人的这个福祉 这是我连赞愿意自我期许的许多的特质 我愿意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那么假如是受到各位的付托的话 我愿意全心全力在未来这四年中间 来推动几样的建设 那么第一就是说建设我们国家有一个清明的 有效率的一个政府 来恢复我们人民的信心和信赖 那么大家能够啊 把失掉的东西再找回来 这个不是一个所谓旧势力的伏辟 而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始 第二 我觉得我们应该来推动一个活力的经济 这个活力的经济就是说让台湾变成一个投资创业者的天堂 变成一个安宁生活者的一个落土 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第三就是说台湾要成为一个有公益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分歧 大家有尊严有保障有机会 那么最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和平的两岸关系 应该追求来完成一个起码50年和平的一个架构 在这个架构之下 两岸的关系应该是在对等合作这个前提之下 来共同争取所谓创造双赢 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 台湾今天所面临的一个环境 简单的来讲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我们这个潮流是一个发展的潮流 我们的环境是一个自由化 国际化全球化的一个环境 我们不能够反其道而行 我们不可能排挙这些 所以我们的机会是很大 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掌握我们这些机会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里 我呼吁我们全国的父老乡亲 让得到权力而展示了他的无能威力 甚至于腐化的一个执政的政府和领导人 让他能够有一个反省跟继续检讨的一个机会 让曾经失败过的一个政党 经过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个自我的检讨 反省 而可以说是充满了一个活力 充满了一个服务奉献的这个心情的中国国民党 有机会再来为我们的全民来服务来奉献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不但可以创造我们民主的深化 我们还可以创造一个更忧郁的繁荣的一个经济的生活 让台湾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的 是一个真正的有机会的 是一个真正大家所感到骄傲的地方 我想在这里再一次的向我们全体的国民来做以上的一个报告 今天也特别的感谢我们各主办的单位对我们的邀请 尤其主持人各位提问人和各位来宾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在这里特别向各位表示最高的一个感谢和敬意 当然我也谢谢我们的对谈人我们的陈总统随便先生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现在请陈随便先生结论 主持人 可敬的严先生 各位嘉宾 各位提问人 亲爱的国人同胞 非常感谢有这么好的机会 其实我更要感谢让我有说明的机会 阿扁绝对不是一个善变的人 像阿扁的髮型 几十年永远不变 虽然我太太受伤做伦理 我爱她也不变 我不会打她 我相信 如果真的改变了 让黑金回来 这是大家所愿意的吗 让五则眼回来 让朱婉金回来 让陈友好回来 让梁博星回来 大家愿意吗 回来以后没事 大家愿意吗 刚才 我们严先生特别提到 人格的特质 当然两个人的人格特质完全不一样 我是这一种出生的人 但是我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敬起 我奋斗不屑 所以我要跟全国的同胞 大家共同勉励 因为每个人都是台湾之子 我们要相信自己 要相信台湾 我们不要放弃 最后一定会成功 环境再困难 挫折不要怕 不要哭也不要跪 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易速退缩 没有主张 没有主见 其实我讲 没有主张没有主见 也不是阿扁的创建 那是你的对手 在四年前 他就这样讲 说林先生是一个没有主张 没有主见的人 没有足够做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人格特质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阿扁永远相信 人民最大 不是政党最大 所以你说要改变 再让以党领政党国不分 特别过去几十年所霸占的国家 人民的财产 没办法处理 这是人民所愿意的吗 所以也因为人民最大 所以我们愿意把全力交给人民 包括过去争取国会全面改选 争取总统逐渐民选 包括我们即将举行的公民投票 因为我们相信人民是最大的 我们相信人民的智慧跟能力 刚才林先生特别提到 要搁置国家的主权 这个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几年来阿扁这么样的坚持 有些事情可以搁置 但是主权绝对不能够搁置 主权绝对要坚持 要坚持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依照现行的宪法 我们的国号叫中华民国 我们必须要维持目前的现状 我们不希望看到 目前台湾主权的现状 受到任何的改变 包括受到任何武力的威胁 所以我真的没办法同意 林先生刚才说要搁住国家的主权 这才是2300万的台湾人民 最不放心的地方 320国民投票 这是普世价值 我们真的要以办喜事的心情 来迎接公民投票 那一个伟大日子的到来 当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国家 地区以人民 可以享受公投的基本权利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天 感谢地 2300万的台湾人民 终于拥有公投的权利 我们可以守护台湾 可以守护我们的土地 可以守护我们的残横 可以守护我们的祖孙 可以守护我们的幸福 所以我希望林先生 真的你不要阻挡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不要阻挡 320很多人要搭 这一个游览车 希望游览车 可以让我们一些想要去的人 也可以做得到 不要阻挡 否则到时候历史就会有 这一个攻断 在这几年来 阿扁频频的下乡 最远的地方 东引 乌邱 太平岛 阿扁都去过 高山的基地 松山 乐山 以及大汉山 阿扁都去过 那是我们的国家 这是我们心爱的土地 有我们最伟大的人民 阿扁真的非常感谢 不管阿扁到哪里 到金庄 到我们偏远的山区跟海边 多少的这一些老农 老移民 这一些我们的村户走过来 握住阿扁的手 有时候 这样年纪九十岁 他说在那里已经等三小时 他只有要 旁边说一句话 旁边你就要坚持喔 一位八十几岁 有阿扁的阿扁 阿扁一来 他说阿扁 你忙书呢 一定要贏呢 台湾人是客人呢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有一次 有一位老农夫走过来 他说呢 他没心情去做事 他说他非常担心 他外国 说阿扁 你绝对要动算喔 不可以落算喔 因为没想到 这样做条件 说什么 天天天然 每天都总是好气 天天都是好天 阿扁 没落后 我们做死人 这样没办法 所以不能天天天然 也要有好天 有落后 这是一个助燃的法则 对 我只吃干费 你能做死人 他就有这种观念 就对了 国家也有同样啊 不可能说 每天都总是好天 也会落后 甚至说特爱人 同样 落后时 他就補破网 好天 他就出海去抓虎 政府也有同样 这几年来 我也是補很多破网 当中你老了来 国民党说 老了来这些破网 我就要補 我就出海抓虎 就让大家有一个大风俗 还有一个真好 一个收益 让大家能够过得更好 这个就是这几年来 我的心情写照 也是我的政府的团队 大家上上下下 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我们应该给大家更多鼓励 跟肯定的掌声 或者对阿扁的团队 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么多的公务员 那么多的国人同胞 不分彼此 大家这么样的打拼 应该给他更多支持鼓励 跟感谢的掌声 非常感谢 今天主办单位 让我们这么好的机会 感谢我们提问人 更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 320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要继续支持台湾第一 改革第一 我们第一号 第一号 第一号水连再配一定可以连任成功 特别人格的特质 必须要选一个有主张有主见的人 不要选一个艺术退缩 变来变去的人 特别不能够选一个对于国家的主权可以搁置 不敢坚持的人 我希望大家 320欢欢喜喜来投票 来公投 相信台湾再写历史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两位候选人 五位提问人 各位嘉宾 各位同胞 我们2004年 总统改选 候选人第一次 国政辩论会 算是顺利结束了 民主政治是中华民国2300万同胞 共有的宝贵资产 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珍惜 我们主办单位跟实行办单位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也敬祝两位候选人 政公康泰 也祝福全国同胞 大家都天天平安 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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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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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